今天阿网立报要跟大家讨论 政府的财政预算案 政府这次预算案的封面 就是利是封颜色 但是不是人人都得到利是 也不是大家都得到封口的利是 因此这次的派档未尽人意 尽管政府的库房累积的盈余 过万亿库房水浸 连到财政的盈余都达到1380亿 但是政府拿出来一次性的派档 就524亿 大概占了四成多 而这四成的档 中产就占了七成半至八成 这一次的派档 就对于基层照顾不足 如果说对于中产的受惠 其实过往过多年 中产是得不到太多的照顾 这一次给多些中产 无可厚非 但是对于基层的照顾 其实就略言不足了 所以我认为财政预算 对于基层的照顾 其实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 我们看回政府 无论在新讽税 利得税 都有75%的减幅 同时受惠上限3万元 而这个差项 四季上限每季2500元 有攻打 立税 有物业 当然受惠 但是如果又没有攻打 又或者没有物业 甚至是交不起税 那就受惠不多 甚至是得不到受惠 我举个例子 以强积金供款 月入7100元的打工仔 他们有多少人呢 是有163,000多人 这些部分的最基层 最基层的打工仔 税享受不到 而未必是得到任何的受惠 在这点上 赛爷是否顾及不到呢 又比如说 这个公屋的居民 本来在一片派档声中 大家都很希望 能够得到代桥租金一个月 很可惜 很可惜 而公屋居民 这一次就两手空空 只不过是猜享略为 有少少的宽减 其实就是等于没有什么受惠 大家都很关注 其实大家住在劏房 板间房 租金高昂 电费也是高昂 都很希望 就说可不可以在租金 尤其是那些已经合资格 申请上楼 而这三年都未派到他上楼 可不可以代桥租金呢 这一次也都是没有回应 政府又说做不切 其实都很奇怪 这么大的政府 这么庞大的资源 又怎能够做不切呢 这一点 真是很希望 财政司司长 在未来的时间 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再者 讲到对长者 对几类福利金受助人 这一次出三粮 对此我是表示欢迎的 因为在本部的正论版 我也都写过一篇文 是第一个提出批评 今年2月1日实施五类福利金受助人 加遵助1.4% 我评论 平均每一日六毫六 就是说一个月二十元 而这几类的最多五十元 也都是十分之低 我形容是封白金 都封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次政府 就对于几类福利金的受助人 出三粮 我觉得这个真的回应了 也都说明这个结构性 这个只是按社缘 来去调整几类福利金 包括生果金 长者生活津贴 高额高龄津贴 商产津贴 中缘 这个其实是做得很不够的 但是无论如何 这几类福利金受助人 以及低收入家庭津贴 这一次都受惠了三粮 是值得欢迎的 不过我们看到 即使香港人口老化 但是由于还没有一个综合退休保障制度 比较全面地去帮退休人士 因此对于六十至六十四岁的哥哥姐姐就没有份 而即使六十五岁至六十九岁的哥哥姐姐 现在仍然是要资产审查 对此我认为就真的大家觉得没有利事 或者是没有机会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 大家都没有幸福的获得感 都没有繁荣分享的受惠和得益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失望 非常失望 这一次财政预算案 政府在公务员编制是大幅增加 申请六千多人 令到公务员的编制去到十八万八千多人 对此我是表示是欢迎的 但是我不得不指出 虽然政府是增加编制 但是没有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结构性问题 其实是早于在1999年 政府取消两个市政局 结束市政局 接触市政局 对于非技术的劳工 特别是第一标准新级的员工 基本上 在公共卫生间 公共卫生间 就去看看 就可以见到这种的场面 是十分令人不堪 都是一些薪金很低 在年纪 年纪较大的员工 在那里挨世界 而卫生的情况 隔离的深圳 落后更加离谱 所以 我认为政府虽然 是用了五百亿 来投放在 这个所谓 是创货 跟上这个潮流 不能够是令到那个竞争 是落后 但是如果政府不解决 结构性的贫穷 而政府继续带头外判 这样即使政府 在这次财政预算案 或成立跨部门工作小草 来去针对非技术性的员工 的贫困化 外判化 以及是薪金没有保障 福利低下的问题 我觉得 仍然是没有解决 根本的问题 因此 我希望 政府能够彻底彻底 反省 和反思 政府带头 对于这些非技术的员工 采取外判 和合约 这个政策 所以 归根结底 这份预算案 冒移 帮中产 是做到 是比过往 是有不错的提升 但是 如果这份预算案 给到公众的印象 是口中产 薄基层的话 我就认为 是十分 美中不足 而且 是太令 港大的老百姓 失望 因为他们都分享不到 富房水浸 有千多亿的盈余 他们都得不到 多少好处 所以 我很希望 陈茂波 司长 和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 设办法 改变 口中产 薄基层的印象 和林郑月娥